今日,运神高原原接受了一大专访节目,在节目中高原原厂开心扉,盘了许多个人所识与姿势。 在采访中高原原首都讲到,了自己演技方面的事情,高原原厂,自己是一个平庸的人,大肆入行拍以天屠龙进食,片场有位导演看见他要拍就发愁,甚至有次气急,给他留下噩梦般的话。 你看,因为你,大家都不能收工。 如今,高原原入行十四年了,在与陈凯歌导演合作拍搜索时,还创下了剧组的恩尽记录,陈凯歌导演一开还会与其说戏,到最后只有步行两次,连早中年对于人生总是看得比较开。 再谈到演技这块,敞开心扉的高原原也是首度坦言,我已经入行十四年了,还是做得不好,侧面回应了多年来,外界对于他演技上的质疑,对于高原原此番自我偷袭。 不少网友也直言表示,那演技上确实没有什么天分,但人无完人,活得明白也是一件好事。 今年39岁的高原原,对外出席活动,还是清纯无敌的模样,岁月丝毫没有让其留下任何容貌上的印记。 从初到开始,外界对高原原的关注点就在颜值上,即便是上访谈节目,聊得最多的内容,也是这女孩长这么好看,生活一定很顺利。 但抛开外貌颜值,高原原们清晰的看透自己,承认自己是平庸的,演技上有不足,还是值得夸赞。 毕竟,人很难活得透彻也很难活得明白,更多于,乐八卦,都在会火培养出了白百合。 当年,刘天时曾被张一谋劝戒,各方面不如鼓励嘻哈女歌手罗伦拒绝进取奖杯。 当面直队,这样的奖,不要也罢,黄伟女儿多多出奖城,再不成熟高贵近赵,累次冒演练,美到居息。